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七脉大学播客 第三季第十八期 我是今天的中文主播陈炎君 接下来就由我将为您分享本周的播客内容 七脉大学被泰国碳中和网络 评为气候行动领导组织 致力于为节能减排目标做贡献 近日 七脉大学纳空瓶能源研究与发展研究所 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有所建树 而被泰国碳中和网络评为气候行动领导组织 该研究所作为推动全校 在2032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领头组织 致力于将七脉大学 塑造为可持续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典范高校 气候行动领导组织的行动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将排放量控制在碳中和水平内 且其还制定了与科学原则和巴黎协定目标相符的行动计划 获得了组织的碳足迹认证 及其他相关国际标准的认可 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 导致全球各地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加剧 实现碳中和或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对我们的地球至关重要 因此 七脉大学一直在推动实施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积极战略 未可持续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做出贡献 同时 七脉大学还制定了推动全校实现碳中和的政策 并将其列为大学十三五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决策 该政策旨在建立温室气体净排示范区 以落实可替代能源的使用和校园环境保护等政策 从而降低能源管理的成本 七脉大学积极推动的环境与能源创新的战略行动 在温室气体净排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例如 综合生物质管理中心通过零废悉物的理念 将大学内的废气垃圾转化为可再生能源 供学校使用 在各个建筑物的楼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利用将太阳能转化为电力的云里 为配备了太阳能热水区的学生宿舍提供热水 以上措施可以将大学的能源成本降低至少30% 并通过智能电网系统实现全面能源管理 此外 七脉大学还创建了校园电车等公共交通服务系统 以减少私家车的使用 并将大学的知识快链技术与其他相关组织的理念结合时间 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以上就是我们七脉大学播客 今天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